我们家消息来看到就是您家里头 有成堆的老照片渐渐发黄吗 这照片越老回忆其实是很深刻的 但是要如何让这些珍贵的收藏不至于消失呢 现在有新一代的照片扫描器 就像铅笔和一般大小 而且呢不用透过电脑 两秒钟就能够把一张照片存放到记忆卡里 发黄的照片上面集了一层灰 想扫进电脑里却发现没买扫描器 老照片越堆越多 而这款新一代的数位相框 既可以把照片扫进记忆卡 还能同步播放 看到了吗 数位相框底下有个隐藏指甲 打开放进照片 一扫描照片读取 立刻显现在荧幕上 老照片有问题 时间久了它都褪色了 越久颜色越黄啊 所以说如果有这话 或许就可以保存久一点 老照片舍不得丢 却又嫌占用太多空间 现在还有这一款数位扫描器 外观就像一个铅笔和大小 记忆卡一插 把照片轻轻推进指甲 照片一吸进去 立刻存进记忆卡 接着把记忆卡放进电脑里 就能快速浏览 像中年人 或者说像退休的老伯伯 因为他们如果说 对电脑操作不熟悉的话 他们可以直接用这个方式 可以省下很多时间 台湾上市短短一个月 业者说20分钟就能成交一台 外形轻巧破受市场欢迎 看来这两款扫描器 已经颠覆一般民众 记忆中笨重又昂贵的刻板印象 中年新闻 刘家伟方九台北财富们的 中年新闻